想着你设计那些曲线 原地串又串多 进风眼乐园 愿你化作了粉末 谁还要见全 那只没在我的心处吧 世界大要变作水花 趁这极美 叹口气吧 但平素我最没拿到水花可以吗 首先呢 我们要从眉毛开始 很硬毛的那种一刷 去占据中间的这个颜色 因为我把眉尾的部分都剃掉了 所以就是 我现在可以很 自无忌惮地往上面画眉峰 然后这个眉毛的长度呢 现在暂时还要带定 因为要根据眼影的位置来制定 然后占据稍微重一点的颜色 像前蕴 像我这种眉头比较重的话 就你不用画前面的部分 画一个圆圆的稍微一点点挑衅感的眉毛 然后呢 进入修容的部分 连接眉毛和鼻根的这个颜色 还有眼尾部分眼眶的位置 包括鼻桶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开始画眼影 首先呢 是要确定一下 眼窝的这里到这里的这样一个弧度 然后先找一个 点一点点的耍色 就它从侧面看来是这样这么别的 这样取拉比 首先我的眼窝的位置呢 是在这里的 我的双眼皮呢 是在眼窝 稍微靠下面一点点的 所以我在画它的时候呢 是画在双眼皮的上边 就这样 从这里开始 画一条线 这条线如果画的不太准的话 也没有关系 后面还可以改 这个样子 然后呢 在你手边找一个 可以利用的一个 起边的东西 然后来 现在我就可以继续愿燃了 眼窝的部分呢 你可以选走用 眼尖 或者是等到后夕再改都没有问题 好了 为了让它增加它的保护度 我再沾一次 然后呢 找一个顿头的刷子 穿去分锁 在这个边缘的刷子 我 站着 一点虚光的刷子 然后沾取一些黑色的蓝笔 涂抹在眼泪 稍微加重一下 然后找一个扁头一点的刷子 因为这个后面的眼影特别显色 所以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用这个眼影之前可以先在卫生纸上 或者是在手背上蹭一下 这也是一根 咳咳咳 这是一根墨绿色的 液态眼睛膏 不断脱起毛罩 然后再用绿色的脸 再上它的盖牙一遍 这样可以让它的绿色更明显 然后也 起到一个定妆的作用 再用遮瑕膏把刚才不小心 蹭花了的部分边缘扣一遍 然后重新描着一下 因为我没有眼头 所以这一部基本上美妆都有 石油野的这个眼线也真的是 防水防油防化妆镜 就是卸妆 如果只用化妆镜的话是卸不了的 你老这么肯定还化妆 这个你的皮状 可怕不是很难的 那我不拍视频 我也肯定还化妆 然后再用 形容粉饼里面的亮粉 提亮一下眼头 粉骨骨骨骨骨 显尽一下山根的美质 其实这个粉色的剪盘 我绝对有一颜色拿来试试 还挺线色的 这个是金色的一颜金月笔 在欧美妆当中还是挺常出现的吧 这种 这种眼色的剪盘 然后我就用它来画一些 这些小新结果的雪花的装饰 然后眼头也会有色彩 所以整个妆容的红色绿色还有金色的部分 就是会很体现 这种眼睛的 感觉 然后再稍微续继续 用我脸巢 我就主要睡在下巴上了 我拥抱着我 从我脚尖沉默 灵魂中寸向着红水跌破 愿爱再参食我 如地望天落 这贪婚夜的我 是谁在通过水也奈何